巴黎烧了吗?二,威胁,十四。 到旭日升起时,押送工作已经开始了。 在弗莱斯纳,女球先给押走, 他们给装进了骑得满满的公共汽车里。 有个富有同情心的司机叫他们把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塞在座椅下面。 他答应给他们送到。 在罗曼威尔,在最后一批押走的女球中, 有个换肺结合的波兰歌唱家,名叫诺拉的。 留下的极少数几个囚犯,永远不会忘记。 在汽车开过铁丝网的大门时, 这个瘦小的波兰姑娘站在最后一辆公共汽车的无棚尾部, 隐汉高歌的形象。 请在法国故土等着我, 我很快会回来的, 请保持信心。 在德兰西, 原定要借走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意外地得到了暂时的宽限, 要运载他们的公共汽车没有一辆能发动得起来。 原来有人偷卸了这些汽车的发动机。 在弗莱斯纳, 女球车刚开走, 两千名男球就被从牢房中赶了出来。 谍报处的阿米克翡翠的副官, 菲利普克恩上尉, 感谢上帝, 他被选中了。 他受到的严刑拷打终于结束了, 不论德国人把他送到哪儿去, 他都可以问心无愧而去, 他没有辜负对他的信任。 鲁伊阿蒙站在院子里的低劣囚徒中, 他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 他可以感觉到脚上舒服地穿着的厚厚的靴子。 在这批姓氏以A打头地要压走的囚徒中间, 他发现了一个老朋友, 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皮埃尔安格, 安格奥桑的要命, 他向阿蒙低声说, 再过几天, 真是没有几天, 他就可以获释了。 他的一个好朋友, 维西政府的生产部长, Jeston Bicillona, 已经答应把他弄出弗莱斯纳, 但是如今要被押送到德国去, Bicillona就没有办法了。 阿蒙自己添了新的乐观情绪, 因此想找些话来安慰他的陷于绝望的朋友。 他告诉安格, 活命最有把握的机会存在于这一群在弗莱斯纳监狱院子里转悠的囚徒中。 他低声告诉安格, 那些留下来的人一等到盟军出现在监狱前面就会被屠杀。 他正专心致志地在向安格耳语, 竟没有听到警卫在叫他的名字。 他身旁有人推了推他说, 哎, 他们在叫你呢。 此人这么热切地想要动身离开, 但是这一天他唯一的一次旅行, 却是听从警卫的召唤走回到五层楼上原来的牢房里去。 德国人把他的名字从离开的囚徒名单上划去, 阿蒙又害怕又失望, 神经几乎麻木了。 他亮亮呛呛地回到一小时前离开的空气恶浊的石头铺的地面过道。 另外有一个囚徒看到自己窗户底下院子里集合的法国人, 觉得这好像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无情, 最不公平的景象。 通讯兵威里·瓦格尼西特自从被派到巴黎来执勤以来, 除了头两天以外, 全部时间都在这牢房里服六个月的徒刑, 因为他坐了西县总司令部电话交换站的一个军官。 他绝望地摇着头, 威里·瓦格尼西特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在他看来, 似乎没有别的事情比看着这一对法国人鱼冠走出监狱大门到德国去, 而把他威里·瓦格尼西特留在这个令人憎恶的巴黎监狱更加不符合逻辑的了。 在监狱外面, 玛利·海伦·勒夫谢看到弗莱斯纳监狱大门打开的时候, 他的神经紧张的手不禁紧紧地握住了自行车的把手。 自从六点钟以来, 玛利·海伦·勒夫谢就默默地在等着牢门的打开。 尽管监狱的党卫队警卫把他赶到人行道的边上, 他也没有怨言。 如今他一个个叮嘱观察那些蹒跚地经过党卫队警卫的机关枪, 登上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车车门的囚徒。 他终于看到了他。 玛利·海伦第一眼看到他丈夫的憔悴痛苦的脸时, 禁不住叫出声来。 但他不敢打声, 我的天, 他多瘦。 他对自己说, 一股兴奋的热流涌过他那年轻的身去。 他活着, 他还活着。 他这么想, 但过了几分钟, 玛利·海伦看到的残酷现实场面使他醒悟了过来。 他这才明白皮埃尔要被押解走了。 他痛苦地看着他一步步艰难地登上要把他带走的公共汽车。 就在他灯车的时候, 他相信他看到了皮埃尔微微地抬了一下头。 那是他们见面打招呼时, 他惯有的亲热姿态, 一切紧在无言之中。 他禁不住脱口说道, 他瞧见了我。 他再也扯不住眼泪了。 他在泪水的宝雾中看到皮埃尔的公共汽车, 无棚车尾后面, 一群德国军官中有熟悉的斯坦纳特神父的身影。 他不顾前面党卫队警卫的阻拦, 跑到神父那里。 我的孩子。 神父低声说。 他离开这里是件好事, 监狱里就要发生大屠杀了。 公共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一场列绿黄两色的汽车开始向前移动。 玛丽海伦跑回到他的自行车旁,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跨上车, 跟着车队向前蹬去。 迪特里西冯·希尔帖茨坐在西县总司令部地下指挥部里。 在使人感到不真实的灯光下, 不动声色地听着冯·克鲁格的参谋长, 跟涉布鲁门特里特中将赶巴巴的说话声。 布鲁门特里特是在概述对巴黎地区实行有限交土政策的建议。 地宝通风设备的嗡嗡声轻轻地陪伴着他的说话声。 布鲁门特里特根据他左手握着的打字稿, 概述他的细节。 他偶尔抬起头来, 用手指笔画一下铺在他面前的 克鲁格的桃花心目大会议桌上, 比例为一万比一的地图上, 用红线标出的地方。 地图上覆盖的透明纸上, 用红色油铅笔标出的地方, 是为巴黎地区五百万居民服务的 每一个煤气厂, 发电站, 蓄水池。 布鲁门特里特的建议, 像出于他所辖的参谋部三处之首的 所有研究报告一样, 是个精确仔细的文件。 它分为两个阶段, 他要求克鲁格马上实施的第一阶段, 需要对巴黎的煤气、 电力和供水设备 做有系统的破坏。 第二个阶段, 是对巴黎的工厂 进行有选择的破坏。 德国人认识到, 他们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人力, 把巴黎四周的庞大工业地带的所有工厂 都全部破坏掉。 因此, 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 主张做个合理的折衷, 那就是破坏这些工厂中的重要机器, 使盟军来后无法使用。 布鲁门特里特告诉开会的人, 他所建议的有限交途政策, 在战略上极其重要。 他指出, 如果巴黎的工业不加破坏, 他就会在几个星期之内, 被盟国用来对付德国。 他声称, 破坏公用设施, 能在居民中制造混乱, 使城市陷入瘫痪, 从而有助于延缓敌军的挺进。 因为这可以迫使盟军要分出一部分军事资源, 转用于陷入困境的首都。 布鲁门特里特强调需要马上实施该计划的第一阶段, 他把一张海军仓库的名单交给了小贴茨, 他可以在那里从海军储备中征用炸药来补充军队库存。 他声称, 这个计划如果不马上执行, 就有可能在盟军开地攻城距离之前来不及完成的危险。 在夏尔帖茨听来, 布鲁门特里特的报告十分干脆, 十分内行, 十分有说服力。 他的建议中, 并没有使夏尔帖茨感到意外的地方。 在前一天, 他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 在他接掌巴黎指挥权以来发给他的第一岛直接命令, 要他毁坏或者完全瘫痪巴黎的全部工业设施。 他知道这个命令是通过西县总司令部转给他的。 因此夏尔帖茨一接到去参加一早的军事会议的通知, 就毫无疑问地认为, 他是去听布鲁门特里特提出如何执行西特勒, 各的命令的建议。 夏尔帖茨也没有觉得这个命令之中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 在他看来, 他背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毕竟, 这只不过是东县实行过的战术的延伸, 而且, 正当盟军轰炸机每天晚上从空中移平德国城市的时候, 坐在克鲁格元帅会议桌周围的人都认为, 没有比从地面上对巴黎实行同样的战术更加合理的了。 但是, 夏尔帖茨对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有一点反对意见, 那就是他的时间安排, 在当前他关心的是保卫巴黎, 而不是破坏巴黎。 他在那天上午辩论道, 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的时间, 应该是在他们准备弃城的时候。 他指出, 显然, 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准备这么做。 他认为, 过早的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 会把成千上万的工人趋向抵抗运动的怀抱, 会使居民公开同他的军队作战。 而且他简单地补上了一句, 德国军队也要喝水。 冯克鲁门特陆军元帅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两个人的辩论, 然后他木然举起手来, 表示他们的辩论已经够长了。 他说, 他们两个人都言之有理, 他告诉他们, 他以后会发最后的命令, 会议结束了。 希尔帖茨向克鲁门行了个礼后, 就离开了。 五十六个小时以后, 冯克鲁门再回德国路上自杀身亡。 他已被免除西县总司令一职, 由希特勒麾下最野蛮、 最残忍的陆军元帅之一解体。 在离开之前, 他下令给希尔帖茨开始执行布鲁门特里特 那天上午建议的有系统的破坏。